这根本不存在的事 我给你什么真相啊 你这人是不是有意思呀 我根本都不认识 你说的什么公寓 你在逃避什么 我逃避什么了 你想在我这儿得到什么 我也给不了你啊 我现在无论说什么 你都已经有既定的答案了 对吗 我不会错 我真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这么断定 一口咬死我和公寓有关系呢 米生也说有证据 你们的证据在哪里 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米生 听到没 还在言 来 你继续编 我听着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对自己杜撰出来的剧情 深信不疑 你又何必问我啊 还有什么等价交换 你那个公寓有多大能带 值得我去等价交换啊 在叫我哥名的是什么 你再说一遍 怎么了 米生 咱们走 去他家看看 凭什么去啊 石条姐 你不配合一下吗 如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也不会为难你 你想去我家干什么 他随便找 我看你那找来什么 米生 去把他的相册日记都给我翻出来 还有个人主页之类的 一个都不要乱信 小老大 这是不是不太好啊 怎么说人家也是个女孩 随便 翻去 我倒是想看看 能翻出来什么 我现在很饿 我要吃东西 你站着干吗 快吹啊 你在干吗 订外卖 我告诉你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 你听不腻 我都说腻了 嘴皮子都磨破了 我不认识公裕 我也证明不了我自己 您慢着 你要是高兴呢 你把我这房子插了都无所谓 你插了以后 顺便把我也给处理了 正好 我还赔不起你这赔偿金 你放心 没有人会找我的 也担不了官司 你随便 你不认识公裕 起来 干吗去 我做饭 我这一天 肚子都快饿死了 我有力气了 你在那儿收拾我 石小姐可真是狗居 敢跟小老板对着干 真赢 我去 喂 什么 你确定吗 放我手 我抢了 就是了 虽然三月二十号 施晓年在那儿 确实没有种白城市 但三月二十一号 她曾经独自一人 出现在木柴附近 我们还调查了 他近期年的关系网和星空路线 包括出国 旅行 旧纸等一些居住 跟公寓先生 完全没有中国的部分 完全没有 他真的不认识公寓啊 基本上没可能认识 一调查下那个沐千初 不仅他为人 牧师集团旗下的所有企业 包括那个未婚妻 都给我们室友调查 是 那 谁消息呢 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你先去调查清楚 这个女人 别重见她 你去吧 好 别有问题 真没出息 被欺负了就只知道哭 真蠢 你得质得要跟我抢啊 我饿了 吃饭喽 这是昨天摄了下的米饭 外部觉得扔掉可惜 只有用一个鸡蛋 这些 咱们先吵了一下 会否爸爸妈妈说 不能吃吃 就算吃菜 哎呀好舒服 有怎么管它啊 看 笑 沐谦初 是你喜欢的人吗 问你什么事 你去制造点商业丑闻 等他们企业股价大跌 就收购他 你说什么呢 脑子里是不是进水了 你不是不想让他们订婚吗 我就不信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们还有心情订婚 要我说啊 你就是太蠢了 都被欺负成这样 就只会躲在厨房里户 真的是蠢到家 你干吗 你说我蠢 别吃蠢人的饭哪 不就是一碗炒饭吗 不就是一碗炒饭吗 至于这么小气吗 是这碗炒饭贵 还是我花钱救你贵 别忘了 十万元 你一分钱都没还我 你冲我喊什么 还钱啊 既然你没有能力还我钱 那就乖乖地把饭给我 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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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过来 不给 拿过来 不给 我的妈 你干吗 你干吗呀 你干吗 你给我出去 出去 放开我 你是谁呀你 你有什么特别的 你凭什么样破坏我人生中 所有重要的场合 你明其妙地把我绑走 破坏了我的初审会 我好不容易见到天初了 你又出现了 现在好了 你还在我家 跟我抢吃的 吃着我的饭 还骂我蠢 你干吗呀 你走 走啊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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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有 放开我 你出不出去 不出去 我还非礼了 你含啊 三 二 算你含 你识笑也你脾气啊 吃不点儿过祸 把这个手机给石翔天 就说是我赔给他 石小姐正在镜头上 被我都不收呢 他不收 你就别回来了 就请你带走我的心 甜的柔软的幻想 孤单疲惫都已融化 在你微笑的脸庞 难免的长夜 灵魂未来的突发 灰魂零食我们的梦想 你 你是我的 一遍 是我的 你怎么又回来了 石小姐别生气 我是奉门来送手机的 送完我就走 这是贡献人给你的 他说弄坏脸的手机 感觉十分愧疚 请您一定要接受他的赔罪 我不要 工先生还说了 如果你不接受的话 回去之后他会打死我 然后派公司员工 每天过来送 要是你还不接受的话 他就亲自过来送 直到你接受为止 他就跟他一只的 你要是你 要是你 行为了 我 你 我 你 今天天气真好 是啊 我以前就想 如果我以后眼睛看得到的话 就一定带你来预计岛开日处 怎么样 我的美少女战时 开心吗 开心 特别开心 等等 拍张照 留作纪念 表演 锁销 锁销 不是这个 什么声音 明明没放手机卡呀 喂 喂 沈小姐 你干嘛呢 你怎么才能有电话呀 丸子 这 你是怎么打进来的 什么我怎么打过来的 你都关注什么呀 你没看新闻吗 你妹妹石敌和沐谦初 已经公布订婚了 地点就在日记倒 就在日记里联系一句 怎么会是真的呢 石小念啊 石小念 你果然是一个没出息的一名 有人怎么能键 云王岸 主要能键 当然是 我怕她是服务其他阿斗啊 尤其是市场管理方面 我认为啊 还是我们陈总更加优秀 薛总 没错 薛总啊 你真是过奖了 安逸的今天呢 确实是我和他们两兄弟 一起打拼的结果 虽然说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公公还是个矛头小 但是安逸有这样的成绩 他是功不可没的 我只是担心 公寓的事情对他情绪影响很大 多少都会影响到公司的利益 这么说来 现在公寓不在了 恩义总裁的位置又空着 这个总裁的位置 理所当然的就是你 对啊 对 对 说得对 说得太对了 柯北 老总 你们可不能再开玩笑了 我现在全部的心思 都放在蓝鑫手机的测评上 这些事呢以后再说 这样 恩义呢 正处在一个危机时刻 接下来 我们还有很多合作机会 我们携手并进 再创辉煌 好不好 来 好 好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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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好 陈总 您要找的那个特级绿裸 我帮您找到了 是吗 在哪儿找到的 保密 对了 陈总 您订的红酒也到了 好 那你就让他下午 让皮特下班以后吧 送到要靴躺那儿 好 行 那你们忙 谢谢啊 没事 好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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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 你在副总裁的位置上 可真是委屈你了 你的能力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陈总早上好 今天报案已经放在 您的办公桌上了 那我先去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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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 还是看个记榻 我觉得还是刚才那个的腰身好一点 你去帮我把那个拿过来吧 好的 您稍等 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儿 跟你也解决心声啊 我也是没办法 自从我跟千初的事情 出来之后 各种媒体都盯着我们 各种小道消息 都恨不得绝地三尺的 而且我也没骗你 如果我不回应的话 他们迟早会顺图摸瓜 找到爸妈那儿的 你呢 是愿意在这儿 配合我一下 还是想熬妈妈天天被堵 小迪 你能不能别为难我了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我结婚以后呢 我们还是要做亲戚的 而且 你跟爸爸妈妈 我也不会不管 该帮的 我还是会帮的 我不需要你假惺惺的帮助 做什么计划呀 我丁坤典礼 你还是要 漂漂亮亮地出席的 再说 我要不帮你的话 你连着像样的裙子都没了 石小姐 您的婚纱 我的先不着急 先帮我姐姐拿一条礼服试一下 那石小姐这边请 我帮您去换装 混蛋 这批手机系统明明有重大的疲劳 还敢敷衍我 开什么发布会 他是把别人看得来 你的笑话吗 我不会死我了 医生 召集新手机开发的 所有相关负责人员 一个小时之后 不要开紧急会议 好 我现在去重置 石小姐已经画好了 你转过去给我看看 你后背怎么有个疤啊 你去找一件不露肩的给他穿上 露个疤 丑死了 公公已经很长时间 没在公司露面了 这么着急找我们来开会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这个结构一样伤 不会是手机出什么问题了吧 陈总 这个项目是你负责的 测评数据怎么说 不可能是手机的问题 这次我们要发售的一百台手机 耗时五年 隔离测试做了不下一万次 测试的结果 接近百分 公寓还在世的时候 对这个项目很上心 可千万别在产品上出纰漏 不然 以公欧的脾气 咱们会吃不了兜着走 大家新闻看了没有 牧师总裁牧千出 要跟一小女明星订婚了 订婚时间也出了 正好跟我们手机发布会 是同一天 我估计一会开会 肯定要说这个事 嗯 恩医手机的项目研发 负责人都有谁 来 诺人吧 你们向我保证 要被N1打造出 全球最安全的手机系统 然而呢 你们做的系统 找出漏洞并破解成功 我只用个十分钟 十分钟啊 你们是吃干饭的吗 既然你们连漏洞都发现不了 我也就更不用指望 你们修复漏洞 自己辞职吧 比其他人 在我没有找到任何纰漏之前 你们还有时间完善 峰总 等一下 我觉得您的要求 稍微有点苛刻了 我的确不能保证 AE手机可以百分之百地 定义如亲 但以现在的水平来看 他已经做得相当完善了 我敢保证 在未来的五年 甚至十年之内 他都是领先的 能入侵他的黑客 也是寥寥无几 我认为这种低概率的事情 真的够不上危险 当然 大家都知道 您天赋一品 虽然可以破解性 但如果让您来修复的话 我相信也不敢保证百分之百的 天赋风暴 有点意思 那不如我们就赌一下 如果三天之内 我把手机修复好 而且在座的各位 都找不出任何毛病的话 这混蛋 那如果 您说了 如果我输了 恩义的总裁 你来做 大会 小老板 咖啡 放点吧 你去安排一下 把已经预定出去的一百部手机 重新入场进行系统重新 还有 这 这个石小姐是不眠不休 每分钟都在刷新吧 这个女人 真的是 对了 小老板 那咱们送给石小姐那天手机呢 要我拿回来修复器了吗 不需要了是吧 我和你之间有透明的墙 我和你一样 借你目光 探索柔软的窗 颠倒山楼 是否能倒转时光 你拒绝牵手的邮件 装着送你的全世界 要给就给完全 要给就给完全 要收就收全部 可誓言太老草 领悟太苍俗 第一个愿望 希望有一天 你的眼睛能好起来 我们一起去日极岛 看世界上最美的日出 第二个愿望 希望我们快点长大 然后环游地球 看各种美丽的风景 倩珠 我们永远都在一起好不好 好 我会永远跟着你 一言为定 好 一言为定 第三个愿望 我希望 以后可以当你的私娘子 然后我就可以一直保护你 我会为你变得更加强大 我们颠倒无数 这一场因缘孤单 不辜负 我希望你能够幸福 反正 我会一直在你身后 我会一直在你身后 默默地看着我 你幸福 我就很感谢 你还有吗 什么事 不知道 你就能够 那不开心呢 那不开心呢 小丸子 我不想出版了 为什么呀 这个漫画 是我和千初委员型的 可是现在 千初和史迪 就要马上订婚了 我的公司 也运转得挺好的 就不出版了 你给我等着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 你知道吗 什么时候坐下 史晓妮 塞卡刚开始在一块做搭档 你是怎么说的 要在国内高桥溜美紫 难道你不记得了吗 我记得 漫画是你坚持这么多年 以来一直的梦想 不管内容是什么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 好歹是你画了 这么多年的作品 这么就放弃了 就因为史迪和穆千初 也不光是为了他们俩 还顾虑到我爸和我们 史晓妮 你为你们家里 放弃了多少事情 你不知道吗 现在还要奉献你的事业 史晓妮 你的梦想就这么不值一提吗 对不起啊 晓妮 我刚刚太激动了 没杀住杂 你别生我气啊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是我自己 这段时间经历了太多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点打算都没有 小念 要不然这样 咱们明天先去听听主编怎么说 听听没有什么影响 对吧 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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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一定要改 您看 这个得改 得改 那您的意思是说 小念漫画出版的前提 是要重新画 我说得改 现在这种尘埃的人设 已经过时了 已经不讨喜了 那您说得改成什么样的呀 男主角嘛 还行 这个女主角得改成那种 特漂亮的大明星 女演员嘛 你们说啊 现在演员做主角的东西得多活啊 得改啊 总编 其实 不是我这漫画人设有问题 是不是我妹妹她 来找过您了 你们姐妹俩有什么恩怨怨呢 我确实不清楚 说实话啊 小念 你的这个漫画确实画得不错 但是没有名气啊 你也知道 在这个圈里 画得好不是钱 名气才是钱嘛 你看你妹妹现在啊 热度这么高 这么火 对吧 你又是她的清姐姐 你随便画一点 与她有相关的东西 那就能大卖嘛 不用了 我是不会改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没名气 没热度 我当时签进来这个出版社 也是因为小丸子利剑 我知道 我签进来以后 没出过任何作品 我是很抱歉 可是我从小就学画画 我从小就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做自己内心 最想表达的东西 这才是我 我画的东西 可能你们觉得无趣 觉得幼稚 可是真正看得懂的人 才会理解那是我自己 有我自己情感在里面的 这对于一个漫画者来说 不是更重要吗 也许 我画了您说的这个题材 能小火一把 可是这不是对我来说 真正的肯定 对我来说真正肯定的 是我画自己真正想表达的东西 哪怕它还不被很多人看到 就这样吧 这个漫画 我先收回了 本来 我也没打算再出版的 正好留作纪念 至于我本人 跟贵舍创作理念不合 正好合同快到期了 那就就此终止吧 我说啊 你就以你妹妹为原型 改一下漫画会死吗 这么好的热度 这么好的机会 我 我跟你说啊 您要是不改 我就以工作实质为由 把孙杰平给开了 主编 主编 主编大人 我求求你 千万别开我 你是不是以为我会怎么说呢 我呸 不用你开 本姑娘辞职不干了 我 不不不不不 还有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石小念的御用编辑 像你这种指红 威逼力 有缺言复识的人 我们还不伺候呢 不是 我 还有 我最讨厌别人联名戴性的 喊我孙杰平 尤其是你 走 你说这个世界上奇葩怎么这么多 就让他辞掉我来威胁你 开玩笑 老娘在这个世界上最不怕丢两样东西 一是脸 第二就是工作 还有 你那个奇葩妹妹 穆千初居然对得深信不疑 她不是个傻子吧 气死我了 反正是我从会画画画那天起我就知道 会被很多东西诱惑 会被很多人不理解 其实这些我都无所谓 主要我是担心你 你说你在这么一个 出版社工作得好好的 马上就要升职了 这叫道不同不相为谋 就他们这种爱屈颜复视 爱博眼球的人 我早就看不惯了 不就给你个臭钱吗 小念 你放心 有我呢 就为了有一天能让他们跪到我们脚下 向我们跪地求饶 我也一定会尽全力帮你到底 从今天开始 咱俩就是一根手上的蚂蚱 如果有一碗饭呢 搭着一块吃 如果有一条裤子呢 搭着一块穿 如果遇到男神了的话 遇到男神 石小姐 龚先生想请您去一趟 这么多东西 太 太奇全了 把上面的文件留一下 我等一下去楼上看 好 这个女人怎么够呢 不是你让她来做饭的吗 有点不太丢劲啊 您是不是觉得啊 石小姐这次过来 不挣扎 不反抗 说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且还一副 怡然自得的样子 很奇怪 是不是 我刚刚接上石小姐的时候吧 我刚刚接上石小姐的时候吧 她刚从出版社出来 刚刚陪她编辑逛的时候 听说她之前 一直想出版的漫画暂时搁置了 加上她妹妹之前订婚的时候 可能精神不太正常吧 蠢啊 不用管她了 臣百败到了 臣百败到了 这么多久 我还不想看她 我应该讲 一定是要在那儿 我应该讲 我一定会讲 不离别人 我应该说